《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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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是2013年那個時候 主要是因為多元成家 國鋒他就弄了一個團體叫同學證 算是一個契機就認識到 我們其實中間是先開始有一些共識的關係 然後過了一年多之後才交往的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都是有點 是情侶可是又是戰友的狀態 收納就是看起來我很喜歡做收納 可是實際上收納這件事情 是我們兩個人很大的衝突 就是當然看起來會覺得就是收納得很整齊 可是它確實是我們兩個交往就是要五年了 一個很大吵架的主軸 我們就是吵架的時間當中 大概有70%是在討論交五分工這件事情 國鋒他書讀得好 但是他們兩個我先生都說他們兩個很互補 因為國鋒可能有一些在數字上 像在很多事情的規劃上 國鋒可能是不錯的 可是生活細節 生活細節是自打很細心 自打能夠把很多的事情把它處理得很好 他們兩個如果兩個這樣子互相互補起來 其實是很完美的 在我跟我媽媽出櫃的時候 其實那個對話是說 我媽媽問我說看到我這麼關心性別相關的議題 會不會我們家裡也有這樣子的孩子 那我就直接告訴我媽說其實我就是同志 然後我媽當時就跟我說就是 這同志其實沒什麼關係 像觀世音菩薩他在顯化救人的時候 他有時候是男生的樣子 有時候是女生的樣子 那觀世音菩薩菩薩就是菩薩 不會因為他是男生還是女生而有差別 他覺得人的本性其實也是一樣 只是說作為同志在這個社會上 要面對很多不友善的眼光 那這條路會走的比較辛苦 這也是我媽很擔心的 所以說在婚宴的這個準備 當天有點像是我們的一種成果展吧 人生階段的成果展 就是讓爸媽看到說 我們其實有很多好朋友支持我們 這個社會上有很多人是很樂見 這樣子早安通過 然後樂見大家能夠進入穩定的家庭關係 然後這個關係是甚至是被國家給認同的 所以對我而言這個婚禮是有一點社會倡議的性質 其實很多來參加我們婚禮的人 都是很重要的戰友 一起參與過很多事情 然後很幫忙我們很多的師長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婚禮 一方面是讓他們有一個祝福我們的機會 可是我覺得也是一個好好感謝他們的機會 就是要記得那些恩情 我們兩個人的爸爸媽媽其實都很支持很尊重我們 然後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幸運 所以其實我覺得其實不是我們在出櫃 而是我們的父母也在出櫃 然後他們其實也要走那一段路 50歲前 我會希望我們有資本可以開一個自己的店 我還是想要教日文 所以我希望那個店有一個空間可以讓我繼續教日文 然後我可以養貓咪 所以可能就是一個貓咖啡廳的日語教室吧 可以上日文又可以喝咖啡 又可以看貓咪 然後又可以結合一些議題 我比較沒有那麼長遠的想像 可是我覺得每天早上起床可以看到自達在旁邊 我覺得很開心 很多朋友看到我跟自達的關係會覺得很像老夫老妻 其實我的個性就是比較平淡的人 自達的夢想我覺得也很棒 所以說我是會很開心會想要去支持他 然後共同去完成這件事情 郭鳳這個孩子 讓我太喜歡了 體貼 善解人意 很能夠分擔 家務 特別是跟自達當中是很好的互補 自達呢 眼前我們看到的他 就是充實充實 講好聽叫充實 那有些時候媽咪捨不得的說法 就叫做忙忙忙 每天都總是忙忙忙 很多的是要不是國鋒 叫頭叫尾 就很多時候其實我覺得說來 對國鋒時有很多的感恩 就是也是因為他隨遇而安 然後這樣子都好的個性 所以他很配合我的理想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 很像我想幹嘛 然後就陪我去幹嘛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是蠻感恩有一個 可以妥協度這麼高的男朋友 就以後 多多彼此福祉 然後多多膽帶 嗯 自達是我第一個交往的對象 然後 我覺得很幸運 就是在第一個交往的對象 就能夠進入婚姻關係 前幾天怪奇事務所 一個臉書粉絲網友PO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27 28歲左右 遇到對的人 那我們差不多就在這個年紀 真的很怪奇 哈哈 哈哈 對象